常常我们在穿衣服没有灵感的时候 就会想说来翻翻杂志好 特别是我 我很喜欢看一些日本的杂志 然后在里面翻到一个look 就说今天就它了 其实我们的流行生活呢 跟很多很多的日本杂志 从小到大都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今天在录小敏的时尚朋友 要告诉你的就是 我们要欢迎我的两位朋友 这两位朋友都可以说是 跟这种日系杂志非常有研究 首先欢迎的是我们的袁冠玲老师 哈啰 欢迎 是 今天下一位大家欢迎这一位呢 其实他到现在最主要的工作 还是在排一些很多的平面 然后model 让我们欢迎唐薇 大家好 唐薇 两位有接触很多的日子吗 你 我知道 你先说 有 我会 应该每个月都会出卖 对啊 其实那时候一开始 会被他们的那个小袋子吸引 我刚现在还被 赞品 我也是 对啊 我还是收集一堆袋子 那我刚刚为什么说不问袁冠玲老师 因为他自己之前就是杂志编辑啊 对啊 就是非常熟悉这一期 对 但是其实日杂对我来讲 还是会有一些童年回忆你知道吗 因为那时候是高中来台北念书的时候 才第一次接触到所谓的日杂 然后那时候我们是看nonon 因为nonon其实跟我年纪是差不多的 对 而且那时候有男生nonon杂志 跟女生nonon杂志 都要看 所以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些日杂其实捧红了很多很多的明星 对 那最近日杂捧红的这些巨星有谁呢 其实非常多 那我挑了三位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女艺人 这一位 我真的好喜欢罗拉 因为我觉得她真的好可爱 而且她今年24岁 然后当初是在那个东京街头 涉谷逛街的时候被发掘的 那其实刚出道的时候 她是在2007年的时候 先拍了pop team这本杂志 就是日本涉谷系的辣妹杂志 但是她其实拍pop team的时候 就还好 倒是没有很红 对 然后她后来其实红了以后 是在那个 她2008年开始拍VB以后 对 才开始就是大红大紫 然后现在目前的话 都是一些综艺节目的一些固定班底 那接下来呢 就是这一位非常非常红 今年30岁的 向林奈 对 然后她其实 她看起来是走一种比较知性的路线 对 她很知性 而且她很有她的个人风格 这张很美 对 她很有她的个人风格 然后她其实呢 2000年的时候 她是在瑞杂志出道 然后成为瑞的专属model 是 但是她其实隔年 就已经开始拍电影拍电视了耶 但是她陆陆续续都还是有成为 杂志的专属model 没有因为就是红啦 拍戏啦 就不拍杂志了 就是其实成为杂志的专属model 跟拍电影啊 演戏这些就是一起齐头并进 对 那其实她在大家心目中 她其实真的就是一线的女演员 但是在杂志专属model的部分都还是有 那其实都还是有在参与一些 大型的秀啦 走秀啦 她也有来过台湾 OK 所以这个是已经往戏剧发展 但是还是一样有在杂志专属model的 对 就是在Ginja当专属的model 是 然后另外这一个呢 卡丽怪妞 卡丽怪妞非常的红 她很好 她真的非常红 然后我觉得她的日文名字 其实大家要知道 她的日文名字叫做 卡丽 爬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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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其实卡丽这个 对 卡丽这个名字是她自己本身的昵称 是 然后爬咪为什么会有这个字 爬咪是什么意思 其实没有意思 你知道最近就是日本 一个钟可爱的感觉 爬咪 爬咪 对 因为她就是觉得有一个日本的那个血腥 因为血腥不是很爱发明一些语著词吗 就是让自己好像很搞笑 然后她就觉得说 爬咪这个字好可爱喔 那她就把它变成自己的名字 所以她就叫做 卡丽 爬咪 爬咪 所以她们其实几个model 她们的特色都还蛮不一样 对 完全是不同 像这个 爬咪 爬咪 对 爬咪 爬咪 她就是很怪 但是又很可爱 对 然后她全身上下就是 航头是很满的 颜色很丰富的 对不对 对 然后她其实出道的时候 是在那个 卡丽那本杂志 它是一本日系的街头杂志 然后那个街头杂志 就很爱拍一些穿着很怪的女生 是 那她之后呢就是成为那个 ZEEPER这本杂志的专属model 一直到现在 所以听关琳老师这么讲 今天我们从小到大 就说到很多日杂的女model 把她们视为女神偶像 而影响我们对于流行的概念 对 所以今天呢 其实我们准备了三个日系的品牌 包括了Retro Girl EMS 以及Alu Chiefs 我们要这三个品牌呢 为大家搭配出四个不同 风格完全不一样的日杂女神的穿搭 首相吗 大家的第一个 就是日杂女神是谁呢 我非常喜欢的水平星 我爱她 如果我是男生的话 我一定会追水平星 子这样的女神 然后她其实之前呢 是专门拍 17跟Vivi的专属model 那我觉得她的穿搭的风格呢 其实我觉得她 自从登上了杂志之后呢 然后成为品牌代言人之后 她慢慢地在改变 然后我觉得她虽然是有穿过 各式各样不同的时尚服装 但是她在我心目中啦 她有一个固定的形象 对 我觉得她有点 有点文青学院风的感觉 是 对 而且这样用 用等一下我们会搭配的方式 一看就觉得说 她就是水源锡子 所以你也一直说 也许我们没有水源锡子的脸 没有她那么长的腿 但是我们怎样会打到一些条件 有一些水源锡子的look 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我今天有带了一些单品过 我们来看一下 哪一些单品可以帮助你 达到水源锡子的感觉 好 像这样子有领子的一个 上衣跟雪纺的料子 就很水源锡子的风格 另外的话呢 我觉得她也很爱穿长裙跟短裙 那像这样子的高腰的裙子 也很适合水源锡子的风格 是 她一定要露出她的双腿 那另外的话呢 我觉得像这样子的牛仔长裙高腰 她其实上半身能够配的服装很多 那像这种 好可爱喔 对 像这种简简单 我觉得水源锡子还蛮常穿绿色的衣服 我觉得这套我也可以驾驭 真的喔 就觉得很可爱 你会觉得还蛮适合我 等一下要不要试试看 下次 下次 好 然后如果说你下半身呢 上半身我们穿比较素一点 下半身它其实也会穿一些像这种的 学院风的格子裙 是 对 那我直接有把这些单品呢 直接穿在model身上来让大家看看 OK 让我们欢迎 什么是水源锡子 欢迎今天节目当中的水源锡子 有没有非常像 有耶 有没有非常像 就整个人的感觉有跟刚才我们看到照片 或是你想象中的水源锡子 应该 冒出来在眼前 对 应该就是穿这样子的衣服 对 好 来解析一下 这件衣服就是我刚刚有跟大家说的 就是有领子的雪纺上衣 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颜色嘛 那其实这种深色浅色都可以互搭 那我觉得水源锡子还有个重点 它的针织衫一定要用披的 真的吗 真的 它一定要用披的就是 所以它比千送衣还早披吗 更早 我觉得更早 所以千送衣是学它的 就 可是没有 千送衣都披硬的 水源锡子披软的 千送衣都披那种皮衣那种 对 然后就是水源锡子要披这种针织的 因为今年不仅是韩国 其实像日本妹也都是每一个都用披的 披的是很重要的一个时尚不好 对 很重要的 对 然后就是一个很棒的动作 然后今天我帮它配的裙子是一个 牛仔的窄裙 就是高腰的一个窄裙 它其实也是今年非常流行的一个风格 那鞋款的话很简单 你一定就是牛津鞋 或者是玛丽针鞋 然后一定就是要搭配 所以有好女孩的鞋 好女孩的鞋子 然后一定就是要配上那个袜子 那袜子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看你针织衫 或者是你的衣服里面 有一些什么样的颜色 就配什么样的袜子 因为搭上一个小短袜 也是非常水源锡子的风格 因为它会把女生那种性感的味道去掉 它会多了一点比较可爱的感觉 那如果说要再cute一点的话 我其实还帮它准备了这双袜子 因为它这个线条里面有酒红色 那我就可以帮它配上这双袜子 而且上面有个蝴蝶结 然后在高跟鞋上会更 好可爱喔 对 所以如果想走这种气质清纯 学生妹look的朋友 其实就可以好好地考虑一下 照这样子的穿搭 然后打扮出一种属于 水源锡子般的女神look 对 好 非常谢谢我们的model 谢谢 除了水源锡子之外呢 其实日本很有趣 我发现日杂当中 你会看到那种年纪很轻很轻 比如说18岁20岁的那种 刚出道的那种混血 很像羊娃娃的model 但是在日杂有另外一系呢 是你知道我觉得它是 在我心目中是称为 就是它会给所有女生希望 就是它年纪可能不是 真的十几岁20出头 它可能年纪是大家想象当中 好像已经要当妈妈的年纪 甚至已经当妈妈了 可是它的外表 却还是保有少女般的新鲜感 是不是唐威 就是梨花女生 她是不是妈妈了 我常常看她的那个网制 跟部落格 她的风格都是比较率性 随性的感觉 比如说一个白衬衫配一个牛仔裤 可是它就会搭配一个 比较亮色系的红色的包包 是 不然就是黑白色系的 简单大方的东西 看你刚刚后面那一张 这个吗 辣妈吗 不是另外一张 后面这一个 对 就是大概像这样子的感觉 就是它不会有太多 比如说碎花蕾丝 这些太少女生风格的东西 它比较简单 它就是很简单素色的 黑白灰牛仔 但是其实她的神情 或是她的发型 已经成为像日本很多 可能过了30岁以后 女生仿效的目标 因为一般30几岁的 好像不会去尝试这种QQ的刘海 对 可是她还是会 就是保持一个 一点点年轻的心 所以我觉得保持一个年轻的心 就会一直这样子 像她一样 是 如果大家想要挑战 梨花系女生的服装的话 我们现场也有准备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的这些 我们来看一下